今天天挺冷 兄弟 你做一道什么菜 养成萝卜牛炕肉 这个炕肉是怎么讲 炕肉是这样 要是在广东那边来讲 牛炕肉也就是牛蕾条 牛蕾条就是牛 这一扇排骨 把排骨给抽掉 这就是肥瘦相间 而且吃起来这个肉的时候 是软嫩食口 而且永远不会产 实际上咱北方讲 咱北京讲就是牛蕾条 这块肉牛蕾条又叫牛炕肉 对 原材料总共就是五种料 干辣椒 六个干辣椒 二十多个花椒粒 花椒粒 这个是党参 党参 党规 当规 煮肉的时候 它放一点酸奶 这样给它改刀 好 大家看看这个肉 非常好喜欢 改一刀就行 在十公分左右 冲洗干净就行 冷水下锅 放几个干辣椒 放几个干辣椒 党参 当规 姜 要放里面 好 这时候刚才 咱们拿着萝卜 养生萝卜 是吧 这个萝卜要切成多少 两厘米厚的 就是一手指头这么厚 对 第一 咱们这个萝卜 我先洗一下 咱们把萝卜的腥味给它洗一下 洗完以后 咱们上蒸香蒸 这样的话 它不抢牛肉的鲜味 也不用焯水 直接蒸就行 对 直接蒸 不用焯水 这招是烂 不烂 蒸半个小时 一定要蒸面子 牛炕肉煮的时间 小火慢煮 一个半小时 开锅的时候 这个白沫 它给它去一下 上盖 上盖 开锅一小时 焖它30分钟 这时候咱们把咱的萝卜拿出来 哇 这个跟羊脂鱼一样 是吧 透明 八十分钟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肉 只要是一扎晃了 行了 咱们先把这个肉给它捞出来 来 嘿 嘿 非常 这时候咱们把这个汤 馅儿被子给它捞出来 这上面有很多油 所以说咱们什么叫养生 烧油 然后把这个油呢 稍微偏一点 油咋叫 盐 这三勺盐 放了盐以后 放一包胡椒粉盐 什么都不一样了 盐和胡椒 对 这个切的时候稍微呢 厚点 厚清 一厘米 所以说你看这个热肉跟凉肉 真是不一样不好煎 要是凉肉的话 切出来形状更好看 好 这时候 师哥 咱们也开始 用来鸡肉 浇汤 养生 萝卜牛炕肉 这就是个 说习命命武器 还有两个小点 这两条点呢 香菜末 就是香猪 直接放里吗 不放里 另外呢 谁盛了的时候 盛一碗的时候 加一点 这时候呢 我给你加一点点香菜 这个萝卜 一炸 这个牛肉和萝卜的搭配是绝配 兄弟 这汤一喝 肉一吃 我想起一个歌名 冬天里的一把火 软了我的心也软了你的胃啊 好